距离明年巴黎奥运会还有9个月左右的时间,随着朱婷状态复苏,张长宁重回赛场,蔡斌右率队打了两年世界联赛,中国女排最强12人的名单,基本上已经浮出水面。 下面,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女排巴黎奥运各位置的情况。 中国女排巴黎奥运最强12人名单,主公,朱婷,李盈盈,王云禄,吴孟杰,副公,袁新月,王云苑,高益,二传,刁林宇,丁霞,接应,龚翔宇,张长宁,自由人,王孟杰。 这个12人名单还是结合了蔡斌的佣人思路,比如王云禄,丁霞入选。 蔡斌比较喜欢终生代,重用老将,王云禄进攻不给力,但是他能接六轮一船,又有两年跟球队磨合的经验。 一旦朱婷,李盈盈状态出现起伏,王云禄上去顶一顶船还是可以的。 朱婷手腕伤病还是有一定的影响,李盈盈在近两年世界联赛一直坚持首发, 他的扣球特点,线路也逐渐被对手熟悉。 吴孟杰作为主攻位置上的新人,作为第四主攻上去改变一下进攻节奏,应该是个不错的人选。 丁霞参加过三大赛,而且还是世界杯的最佳二传,状态有所下滑,然而蔡斌喜欢用他的经验。 复攻位置我们在巴黎奥运会,应该不会看到杨涵玉的身影。 近日,山东女排与辽宁队也打了一场热身赛, 山东女排也是派上所有主力,唯独不见杨涵玉,据报道说可能是有伤病。 杨涵玉在国家队进攻时有失误,蓝网上也毫无作为, 二号位被飞打得也不利索,现在女排第三副攻的位置也被高一所占据。 由于奥运会上我们对阵土耳其、意大利、塞尔维亚这种大力跳发的球队, 很难一传到位打副攻快球,因此应该是四主攻三副攻的配置。 12人中,接应位置变化最大,张长宁看状态,正义心,周叶同备选。 如果说张长宁状态恢复好的话,主攻位置王云露进攻不下球, 吴梦杰一船顶不住,张长宁都可以成为主攻上最好的替补, 而且张长宁在里约奥运会也打过接应。 论强攻实力,篮网高度,张长宁还是要比正义心更强。 唯一让人不确定的是,张长宁打完2021年全运会之后, 已经有两年时间没有上场了,他在排超联赛中的状态, 也决定了他能否进入巴黎奥运会12人大名单。 如果张长宁状态不佳,那蔡斌的第一选择肯定是郑一心。 我个人更倾向于周叶同,郑一心在二号位的进攻, 更像复工在背飞,定点强攻能力有限。 由于郑一心替补上去,也是不接一船的, 与其用复工改造的郑一心,还不如用正牌接应出身的周叶同。 蔡斌的用人思路,基本上是一套阵容打到底, 郑一心,周叶同上场的机会很少。 同样是不接一船,实际上建议替补, 还是用强攻能力更突出的周叶同更合适一些。 大家觉得以上12人是不是中国女排, 在巴黎奥运会上最强的一个阵容呢? 你认为哪个位置上还有更好的人选呢?